新安江水库九孔泄洪威力有多大 深夜,复春江中两座岛首次全岛大撤离 摄影记者,这是我此次新安江开闸泄洪拍到的 感觉最震撼的一张照片 九孔全开的洪流掀起狂风暴雨 因为上游新安江水库泄洪从三孔到五孔到七孔 而且即将开启从未有过的九孔泄洪 复春江中这两座岛面临严峻考验 复阳区东周街道和西湖区相接 复春江水流到这里 在江中心形成新沙岛,古丰岛两大沙洲 殉情时刻再变 考虑到两座岛上有近两千名常住人口和游客 短时间内很难全部撤离 突击队员们上岛后 临时决定将撤离的时间从清晨六点提前到了凌晨零点 八个小时里,一批批村民有条不紊的离岛 一位身患残疾的97岁老人 也在医护人员全程陪伴下顺利登船早上八点多 随着最后一船二十多名村民和一百多名工作人员离岛 两座岛上1765人全部在洪峰到来前撤离 这次是武峰新沙两座岛历史上的首次全岛转移